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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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过浓塘 藤满菌花香 城上的丹茶 斑驳的转强 我追随阳光 却背对天头 孤独想挂手 被心中 悄悄而遇 醉而易的真相 风吹呀吹呀吹起淡泊的异香 爱说吧说吧说你为我藏了一颗糖 不见心过不放你就是我 爱夜里的太阳 青春像 孩子们捉迷藏 迷失 除非得我留在县城 牵着我的手 牵着你的手 带我走 趁着无常被灯枪 随悲伤 再随你流而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实在 潇湿水过头 笑说这梦 太荒唐 随悲伤 再随你流而上 淹没了时光 我们也不过实在 潇湿水过头 为何眼泪 一只牛 谢谢大家今晚的关照 我们一定会好好生活的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公平的 无端的受气 无端的指责 都会让人失去信心 但公平也可以由另一种形式存在 在一处吃得亏 说不定就在另一处弥补回来了 认真体会生活 守恒就在其中 你是不是特别紧张啊 紧张 我亲你一下你就不紧张了 我天哪 谁说你亲我了 街套掉了 行行行 我天哪 被强行扔了一颗虐狗炸弹 这是公司而为 我已经沉浸在你们的 粉红色铁泡泡里面了 关你什么事 要你管 好 我管 我管不起我 管有该管的 大家提案都准备什么方向了 马上烧场了 不用操上夜日了 要你管 管不起 就是 要你管 行行行行行 张警律 你提案不就走过行是吗 干吗搞这么隆重啊 什么时候开始 都准备好了吗 进去吧 开始 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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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去 中间那个就是李总 刀姐的顶头上子 人生外号李久毕 十个项目九个毕 你是不是贼紧张 董事长姐 我们都准备好了 好 李总 我们开始 我手啊 这是刚刚大家筹权决定的 出场顺序名单 接下来这个会场呢 就交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不负众望 完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现在开始 第一位 高一一 各位领导大家好 我今天的营销报告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网络宣传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微博营销 第三个部分是讲座宣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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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策划方案是 对不起 不好意思 被人期待的压力 是不是很大 我觉得你不要压力太大 反正输了呢 我也不会看不起你 谁怕你看不起啊 我是怕是这猫老师对我的信任 你懂吗 我懂了 我总算知道我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你能不总跟我说话吗 没看我在这默默地背稿子的吗 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又问你 你知不知道白猫和黑猫共同提议的话 为什么白猫通过了 黑猫没有通过 营销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引起大家的关注 为什么 要出奇招另批西境 比如 因为黑猫紧张 买水晶黑的 你有病啊你 谢谢白猫 虽然大家的想法各自有亮点 但是我还是期待能够听到 更加完整更加有水准的方案 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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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呢 业内成功的一些作品 以及销售活动呢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针对一些更加细分的读者和目标 线上线下的推广活动 以及他们可能会做一些 比较有共鸣的讨论的话题 所以我找了一些上面的一些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更直面的感受 好 你说公司为什么总找这种人呀 烦不烦人 不好吗 我觉得挺好的呀 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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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当初我刚进公司那玩 怎么着不是的当红炸子机 公司哪个女生没过 我破过几个门眼 没想到我有败给小鲜肉的一天 你一看到他我就像伤春悲秋了 他就是在提醒我们这种人的刷牙 得了吧你 没他们你也一样会衰老 你不就嫌公司招的女员工少吗 我还不了解你 对呀 这不科学呀 要是再多招几个女生 我一个人就能创造十个人的价值 你一个人还能用十个人的纸呢 真大白天的 你开什么车 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流鼻血 我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我认为一颗猫的身上 具有所有打感情牌的因素 单亲妈妈 有身体缺陷的女儿 职业女性的身份 这都是她强有力的标签 如果我们可以说服猫老师 去做励志的公益演讲 并把稿酬的一部分 作为残障儿童基金会的支持 说不定效果会比单独推广更好 谢谢 你也觉得完了吧 领导果然对嫡系特别在乎 又不是继承皇位 最后一位 易遥 听说一颗猫新书营销活动的授权 是你挽回的 是的 不错 我们对你的报告充满了期待 希望你能与众不同 开始吧 宝贝 乖 紧张吗 我不送我去我就不去 爸爸昨晚跟你讲的故事 还记得吗 小河马是怎么过河的 小河马 先是用自己的前脚去试了试水 然后最后还是过去了 你也可以学它 自己试试去上学 好吗 去吧 去去去 不要老是回头 大胆往前走 别怕 爸爸在后面看着你 知道了吗 我不想和玛丽还多了 我的题目是 一本好书是连接童年与成长的 温情牛带 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呢 是孟老师的转型之作 比起宣传他本人 我觉得他想宣传呢 是自己的一种理念 童年影响人家一生 建立三观的种子 很早就埋下了 可能是一句话 还有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举动 还有可能是一本好的书籍 一本生的有趣的童书 它会是我们 无助时候的灯塔 基于这个观念 我设计了以下的一些方案 那个亲子互动推广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你能详细地说一下吗 好的 我认为好书 它需要一个好的讲述者 所以我希望在孟老师 新书上市的同时 我们在各大商城 进行一个活动 叫做读书日 邀请孩子的家长 为孩子读书 整个方案的经费 有预算的吗 读书日的经费 我已经附在 不过至于其他方面的 我需要跟各组人员 商讨一下 才能最终确定 不过我认为布置的话 布需要很复杂 所以应该不会超出预算的 我去啊 这都跟落地执行的事了 应该是拿就问了吧 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你跟唐晓敏的方案 有一起同工之处 他更侧重于公益 那你觉得你自己的 优势在哪里呢 依我对毛老师的了解 我认为 他不会选择 唐晓敏的方案 那你能说说 你们想法吗 毛老师对孩子 特别地重视 甚至 大于他自己的声誉 如果刚开始 就拿毛老师的孩子 打童心牌的话 我想 这有备于毛老师 做这本书的初衷吧 我已经很久没有遇到 这么一针尖尖的员工了 当众指出同事的错误 勇气可加 好 请大家回避一下 我们商讨一下 给出大家最后的决定 谢谢 谢谢 我们常常想要靠妥协 上步 避免争执 来维护一段亲密关系 怎么样 对啊 但职场 有时是职工一人荣顺的战号 见过领导的讨论和投票 最终胜出的提案人是 当你和亲密的人 成为短兵相接的对手时 对啊 齐明 您负责整理把控 拉邮团队出来 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 加油 齐明 加油 谢谢 我自负你 加油 谢谢 小虎 看好你 你选择遵循厮杀的原则 还是选择保卫爱情 大二姐 他们是不是告诉你 可以啊 齐鸣 用错了 好意思 有 豆豪姐 我的方案是因为哪里不合适吗 很好 内容丰富很有感染力 那为什么没被悬上呢 你对胜负很在意吗 如果说不在意的话有点虚伪 我进公司第一天 不认识的事 就发誓做一个 制造自己短板的员工 我很赞上您的态度 齐鸣的方案能够胜出 是因为他相对比较完整 更加全面和理性 更何况 他的态度更加稳妥 比较适合担当一个团队的领导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当面指出同事的缺点 你觉得我性格不够稳妥 你很棒 你很棒 男人哪 有时候成功就是种负担 什么 重口难调 你到晚就知道了 是 我们是老搭档了你懂的 你的团队没有我 肯定是一个损失 其他的我也不想多说了 就凭我们在一个寝室睡过 凭下我 那良心不会痛吗 好 齐鸣 你的报告真的是太精彩了 出乎意料得好 这以后还要跟你多多学习 其实我特别想加入 其实我特别想加入 我知道 领导已经关照过我了 果然重口难听 你咋啦 生气啦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哪是那种 比赛中输了的人 就会背后嫉妒别人的人 有什么好生气的 当然不是 你是那种当面嫉妒我的 真是看不出来哪里稳妥了 你就是百年不遇的影帝 那你要不要考虑加入我呀 考虑考虑吧 我都伸出橄榄枝来了 你就借铺下驴吧 那你再努力一下喽 行行行 那我就再争取一下 我的未来的老婆 谁你老婆呀 当然是你了呀 虽然你这表面上 比较老实摆臭脸 但是我可是重新邀请的 自己求的 跪着也得求完 这个嘛 干吗呀 对呀你知道的 大排都需要很长的 谈判时间 所以我考虑一下喽 你是不是不敢呀 有什么不敢哪 加入你就是了 就这么定了 赶快点 好 必胜 你带反了 带反了 字朝外啊出师不力 对对对不激励不激励 重来 来 漂亮 我知道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大的事 准备好了 我们的目标是 一跟一 出发 走啊 你先走 一起走 太不巧了 对不起 大爷 大爷 其实啊 这是一种新兴的合作模式 力求双赢的 应该接受这一点 在北京很多年前 中关村大家就都这样了 每台机器 我大概重新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和五 百分之四和五 不是 我 我的意思是 我是行业 我包了 走走走走 我谢谢您 好好谢谢 好 再见 听到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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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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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盟个奶茶店都要三十万 明抢啊 加盟 压脖子 还有五万块钱呢 你看看 我把我的脖子给他 值不值五万块钱 先洗洗上面的泥 早上出门的时候 觉得三万块钱沉甸甸 什么时候三万块钱不是钱了 我还有这种感觉呢 我以前还觉得三万块钱很多呢 虽然说咱们的目标定得有点大 一个亿 一个亿可能赚不了 但是最起码 最起码的一万块钱 一万块钱应该让我们赚着了吧 人挣钱累死 钱赚钱越死 乐死 小额银行理财 你去哪儿 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需要帮助 我们找基金经理 那请这边稍坐一下 我们马上安排 这边稍坐 这边稍坐 下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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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祷告 下肉 往下出了 对 我要每天都能吃到这么多就满足了 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 我们俩终于结束了在门口排队吃零食的日子 我告诉你 以前啊 那些屈辱 饥寒交迫的日子 以后都可以写在我们的自传里嘛 你说咱们早一点 怎么没想到这么好的办法 这样比放在银行里面定期要好 也比放在股票里面安全 好饭不怕晚 这就不识 以后啊 她曾经在家里属钱 每天都是新婚之夜 你别老想着新婚之夜 我警告你啊 你不要对我享受菲菲 什么享受菲菲 谁是菲菲 菲菲是谁 我说 每天啊 都像咱俩新婚之夜那天拆红包 就属钱 咱俩商业连接 我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你吃吧 你们吃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浩天 我跟你商量个事呗 我这脑袋一直冲这边 脖子长此以往容易落枕 我能不能扭我脸来睡啊 可以 好嘞 你坐起来 那我坐起来 转圈一百八十度 一百八十度 躺下 躺下 试试现在好点吗 迎刃而及 我 我头抄门睡 我 我容易受风 我 我 我还是这边吧 晚安 您说什么 晚安 晚安 Rut understood rested 朱拂 Umm 你快点起来看一眼我们的基金 嗯 我们的鸡筋都是红色的 你快看看 红得好啊 红包 红事 红福气天 那肯定是看涨啊 但是 下面的留言都是骂人的 什么狗屁经理 卖这种垃圾给我们 良心让狗吃了吗 这支鸡筋是谁在操作 看到别的鸡筋都在高走 你难道不愿意奋起直追吗 生气 看这意思 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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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赌 我不赌啊 我不赌 我是孙子 我不赌 别赌啊 有完没完 不是说 你说 你说你们那个什么 很懂基金的那个朋友 一下挣了一百零一万吗 骗子 我没骗人啊 他爹给他一百万 他从银行里吃利息 一万 一百零一万 这不是骗子 这是什么 没完啦 是不是没完 有没有完 有没有完 我 我说不要买基金 你非说买基金 三万块钱 三万块钱 他本来真不业 我的美好人生 美好人生 倒是机内 别别别 没事吧 没事吧 好了 闹够了吧 唐僧还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呢 对吗 船在海上会遇到风浪 人在世上有风险 这些事情都在所难免呢 我们 闭嘴 霍天 有些事情我不想和你掰扯 你就说昨天 是不是你也嚷嚷着 不买不是中国人 我也是被你的爱国热情 所鼓舞才最终下定决心的呀 那单子是你先看见的 银行是你先进的吗 那经理还是你先叫过来的呢 咱是你签的呀 你签是为了你把我扶的 那只是为了你把我扶的 幸好的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 咱俩 是合法复习吧 理应共同承担风险 你现在这样算什么 大那临头鸽子飞吗 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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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说跟我结婚 我还不能过 我 我怎么嫁给你了 我的美好生活都被你给夹走 我们以后怎么办呀 你 好了 乖 我今天就不讲理了 不是 你这人怎么这样 本来就怪你 好不容易 连丢进了片的钱 行了 买基金 你干什么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这么残酷 总认识了你 你给我出来 我不出来 你出来 我不出来 你出来 我不出来 你出来 我就不出来 你出来 不出来 我就不出来 我出来反正你也家暴 我跟你也打我 我在里边出来 反正乱七八糟 我就觉得挺好 我觉得你的相机扔到门口 也挺好 你这一辈子都不太好 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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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狠啊你好天 阿姓好的 小伙子干吗了 我说 肩膀里面都瞧着呢 你差不得了啊 忙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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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惯的 小姑娘 消气了 想着这脾气 你别的 你得知识啊你 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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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识 你准完蛋 痛快了吧 浩天 开门 也闹了 手自然拿好了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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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完蛋了 走走走走 谢谢你 我会总了几个文艺品牌的书店 可以联合畅销书做推广的活动 那海报接受度的反馈出来了吗 接受度反馈 好像是一号海报的投票比较高吧 好像 如果在开会的时候 没有把有价值的信息 拿出来讨论的话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 麻烦你再去确认一下 确认以后麻烦给到我 网络平台的第一轮宣传也要给物料出去了 其他的物料风格就跟着海报的风格走吧 好 一样 你把那个推广计划的节奏表拿出来好吗 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推送出去 先看一下客户的反应 就一定要保持这个热度 记得多跟电台互动 可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电台互动的时间应该是定在周五 是我记错了吗 没有 是我改了时间 孟老师那天有私人行程不能参加 不能改天吧 这个节目是电台的大人们节目 互动好不容易才抢在了周五晚高峰的时段 能定下来特别不容易 可是我们没有提前跟孟老师确认时间 就不能确认 这一点你能不想到吗 反正是他私人的事情 你让他改改不就完了 什么事情都要提前确认的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失误推到别人身上 不是 什么叫失误啊 能定在晚高峰队宣传只有好处 是 你跟孟老师私交是好 但你也不能因为这样就站在公司对立面吧 你难道是他私人助理吗 我不是他的私人助理 我也没有站在公司的对立面 我就是评价客观事实而已 明明是我们没有协调好 为什么要让别人承担后果呀 电台欺客嘛 可是这个安排刀姐已经知道了 而且她也很满意 现在说取消就取消 她要问起来的话我怎么解释啊 行了 如果刀姐要问的话 你就让她来找我好了 我把事情再协调一下就好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吧 辛苦大家了 孟老师孩子的生日你又不是不知道 说好了放学之后 还要一起去看博物馆呢 真的一点都不能干 生日一年只有一次怎么干 公司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还有时间点 牵一发动全身 你就尝试着去改一下不就完了吗 孩子对孟老师有多重要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算你第三下子去求人家 人家勉强地同意了 公司是没有损失了 但你心里过意地去吗 我能理解 当然要理解人情 可是你能不能试着理解我一下 你就刚才看在我实力呼吸的份上 你就试着去说一下 我不想理你 我也不想理解你 我很直白地拒绝了你 并且现在抛了个白眼 你说这办公室恋情有什么好的呀 就像那定时炸弹一样 一不小心 来向我们呀 你可别 对方已经识破了你的伎俩 表示并不会上钩 策划你自己做啊 别想甩给你 那个工作上有分析是难免的 也要多多沟通 沟通不行就耍赖 要发慧女孩的特长 好 他们说什么呀 他们说情侣不适合在一起办公 所以我要从前考虑一下了 到底要怎么办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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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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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